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对于他这个疾病的诊断呀 治疗呀 分期呀 等等等等 都是做过非常深入的研究的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临床这个看病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经常用的分期啊 实际上很简单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分那个代敞期和时代敞期 那么代敞期和时代敞期这种分法呢 实际上对我们临床的大夫在诊断和治疗病人的过程当中 这个帮助比较大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其他很多分期 比如说国际常用的查的分期 它是根据这个病人这个肝脏功能的检测 多项指标的检测打综合分啊 就肝功能分成A B C三级啊 A级是最轻的 C级是最重的 那么这样的话对于这个临床科研呀 对于病人的这个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帮助更大啊 但是作为我们临床大夫可能更喜欢的就是 就是一个代敞期啊 时代敞期 这样基本上就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 那么对于这个分期的意义 刚才我讲了 就是分的越细 实际上对病人的这个病情的把握的精准度就更高 那么实际上对我们这个在治疗上的 有效和无效的判断上 也更加的这个可操作 所以说对于我们治疗上 这个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还是要非常注重 肝炎化的分期的这个判定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病例的诊断